国盟哥达巴鲁国会议员达基尤丁 在首相问答环节 炮红政府至今还不要为在野党提供选区拨款 不过首先阿华随后嘲讽 他理解达基尤丁因为国盟议员倒戈而感到愤怒 而且国盟三番四次说要推翻政府 但结果却是自己的议员不断倒戈 国盟土著团结党五级干当国会议员塞阿布胡仙 今早在国会宣布他支持安华和昌明政府 塞阿布胡仙是团结党第五个倒戈的议员 在这之前团结党已经有四名议员转态支持安华 他们分别是江沙国会员伊斯干达 纳敏国会议员苏海利 放生国会议员阿滋滋 日理国会员扎哈利